民党的台北市議員劉采薇形容 綠營懼怕的拒寒症 都已經達到末期的狀態了 操作手法也越來越荒謬至極 前立委郭正亮就6點分析了 在6號分析 包括國防的潛艦國造 外交斷了十國 立委員每個委員都留下了 坑坑巴巴的問題 賴清德非要跟蔡英文 以前做的事情做切割不可了 那麼針對這些問題呢 我們接下來可以繼續看 這則新聞內容 民進黨當然有一些人 比如說這個反韓的 或者是像柯建民這種 覺得這個立法院長 我怎麼不是我了 要是你了 像這一種的 他一定會想要找機會 要奚落他了 可是我認為韓國瑜 就基本上 他的EQ也很好 所以你要攻他 可能反而被反擊回去了 會不會回力標打到自己 對而且他的東西容易上媒體 因為他就是知道媒體的需求嘛 而且他講的話又有心意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的立委要要故意來整他 可能會傷到自己 是首發就黃解 那另外一個就是如果發生這個朝野的對峙 混戰 那我覺得他的堅定性也沒有問題 他這個人不會輕易妥協 這個現在還看不到 因為我們現在才剛開始 你看到政黨協商第一次 那大家一團和氣 可是我認為 這個第一年立法院一定相當不和諧了 你幾乎可以預期了 不可能和諧的了 因為2月20號大家回來之後就要總質詢 大家都是ready的狀態 總質詢還是陳建仁 所以必然而然那個主題就是要清算蔡政府 這還用說嗎 因為那清德又還沒上來 那民進黨怎麼可能不護航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衝突場的 而且國民黨的立委一大堆都磨刀霍霍 因為今年新選上的人特別多 所以他們一定會力求表現 而且國民黨年輕人那麼多 一定會力求表現 那你這個累積了八年 蔡英文的一大堆亂七八糟的狀況 一次算清楚 因為只有這個會期可以算 因為人都還在 黃美花你要躲哪裡 薛瑞園你要躲哪裡 還有NCC主委 現在跑不掉 對不對 所以像孫大謙那天說 要趁陳耀祥在的時候 幫中天討個公道 這很有道理 不然他一下就跑了 而且這些人賴清德我估計都不會用 那賴清德到了520之後 你都找不到人 那新上任就跟你說 對不起委員我對這個問題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會期一定是 一定是冰冰彰彰 風風火火 你幾乎可以預期了 還有國會改革案 那跟民進黨一定也是拉鋸 因為他要護航行政部門 對不對 那下個會期就輪到賴清德上來了 賴清德520演說 我認為過關的機率幾乎接近零 那你就可以想像他上任 立刻你所碰到的兩岸的挑戰 就來啦 那國民黨怎麼可能 不對這個來做一點公共防 一定會的啦 好了聽完了分析 我們來看看聊天室的朋友 剛剛沒有點到名 現在聊天室裡面有誰有這個 吳秋香 瞧瞧李明貴 還有秋中成 謝謝 他說中天粉 平安喜樂 博爾熊 謝謝你幫我打廣告 CTI010 還有楊曉宇等等的 持續的很多朋友 在進來我們的聊天室當中 再來我們就來跟大家聊聊 這個郭正亮的分析 賴清德就任之後呢 一定要想辦法來拼個民調 但他覺得賴清德 現在有點卡住了 亮哥也這麼認為 賴清德的背後 那些老毒派 對韓國瑜是非常交流 要考慮他當上了院長 針對這個民進黨的孔寒症呢 我們這一次請到的是議員 游淑慧 淑慧姐你好 哈囉大家早安 那我們請下游議員 您怎麼看接下來這些 這些狀況呢 我想民進黨的這個孔寒症 大概是從2018年的那個寒流開始 因為他們死都沒有想到說一個 高雄民進黨執政 20幾年的高雄 會一夕之間翻盤 那隨之而來的這個寒流帶動了一個現象 就是過去很多基層的庶民 譬如說啊計程車問鄉 或者是像夜市的攤翻這種 比較基層的 過去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但是韓國瑜出來以後 其實很多都變成是韓粉 像我常常坐計程車的時候 遇到問蔣大哥 都是都是韓粉 所以這個是等於就像現在的柯文哲 挖掉民進黨的年輕人一樣 那個時候的韓國瑜 其實把很多過去民進黨 傳統的支持者 支持者吸引過去 所以從這個2018年開始以後的這個寒流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民進黨幾乎全黨 全黨的子宮一個人 好像他們也中只有韓國瑜 我也不知道這種愛恨糾割 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態 譬如說韓國瑜那時候當選院長 我就知道說他們一定會上班第一天 就去做這個文章 還有沒有上班 但是事實上 民黨這些立委 你們不用亂了 你們連暗鈴表決 都讓我們思雅在那邊報告表決 所以我覺得立法院應該未來 就像韓國瑜說的 我們大家都希望不同政黨 可以在立法院裡面有一個和諧的共識 為什麼 因為這幾年我們的立法院其實功能不章 它變得像立法局一樣 只有護航的角色 沒有監督跟提出更好建議的角色 大家看到韓國瑜主持第一次的政黨協商 或是當選之後 很多的態度他都是希望以和為貴 希望說為了台灣好大家以和為貴 但是民進黨很多根深蒂固的這種 不管是恐寒也好 或是他們過去長期以來是靠什麼起來的 靠嘲笑韓國瑜起來的 像黃潔 大家記得黃潔當了議員那五年 高雄市民扪心自問 你們記得黃潔提出什麼樣重大的監督 有揭發什麼弊案 或是有提出什麼法案嗎 即便在市政府 那你有監督過什麼弊案嗎 沒有 但大家唯一記得就是他對韓國瑜翻白眼 所以其實民進黨裡面有一些政治人物 他並不是恐寒 他只是當年是因為襯寒 然後起家的 所以他就要一直維持這個形象 他好像支持著看了一方和海 但事實上這個都跟你從政的這個目的 是沒有關係的 那亮哥說為什麼這個賴清德要在5205 要拼一波民調 因為他是雙少數總統 他自己得票很少 他幾乎把蔡英文當年的得票 敗掉了三成 第一個他得票很少 第二個立法院的多數也沒有保住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他怎麼樣去塑造自己的風格 然後不再被背後的兩隻手給打持 他背後的兩隻手 一隻是蔡英文的手 一隻是美國的手 那這兩隻手都化成蕭美琴 都化成蕭美琴 就近開館跟監督賴清德 所以他到底要怎麼走去自己的路 跟過去蔡英文的執政包袱切割 我覺得如果他的上任第一年 沒有做出成績的話 他確實很有可能變成第一個一任總統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很少有問題 在健康中的地方 請給我請客 也請 panic 我這次得到